好 請簽名 在竹片球下竹片上落款簽名 台北市長蒋萬安來到松山文創園區 搶先公布2023年 台灣燈會圓展區裡的三大共榮式作品 蒋萬安依依與寓宿家合照 為市民朋友介紹燈結亮點 邀請民眾在燈結期間 前往嗓燈 拍照 感受截然不同的台北 這次我們回歸23年之後 台灣燈會再次回到台北舉辦 這次我們有四大展區 包括今天來到的圓展區 光展區 中央展區 以及未來展區 今天這個圓展區 圓這個字有圓字來源的意思 也取多元的諧音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包括有客家新住民 原住民等多元的文化 住落在松菸口的七米高 竹編藝術空間作品 《我們在這》 由藝術家王文志 以竹子創作出竹編藝術空間 接著走進巴洛克花園 原民會主委為市長戴上情人袋 來到的是阿美族藝術家 伊佑葛照及金曲製作人 陳冠宇創作的 與竹林對話的路徑作品 長寬高達15米的巨型火塘造型 搭配類劇場巨型聲光展演秀 展現原住民對主營信仰的文化傳承和期望 登區裡面最主要是希望能夠把傳統 跟創新科技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所以在湖面上面晚上會有LED燈的一個變化 去打亮的這個女人數 也是象徵整個比較客家族群內斂 臨力動作快速勤儉持家的一個精神 來到園區生態湖畔 仔細聆聽藝術團隊的創作概念 這個佇立在湖面上的作品 《島上的女人數》 由藝術團隊周明儀 《巨子女孩》 南永齊花燈藝術工坊打造 也是台灣首次以客家詩歌為主題的燈區 以相思素 大清 隱喻著山區勞動的客家女人身影 結合傳統與現代意象 而台灣燈會附燈 《台北兔給樂》 將在1月底亮相 除了多元主題燈飾 還有超過80場次精彩展演《輪班上陣》 《台北市觀傳局》邀請民眾 前往觀賞燈結 感受創意燈飾之美 記者陳米倫 台北報導